保罗呆萌的大胖子 灵活正直 斗逼一枚 玛雅 保罗的女儿 小胖妞 爱自己的爸爸 在上一部中 保罗因为救了艾米 成功俯获了她的心 两人很快举办了婚礼 遗憾的是 结婚六天后 保罗就说到艾米的离婚写一书 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这让保罗伤心欲绝 哭的都不错 这么有喜感 之后的两年 保罗继续在商场当保安 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但是祸不单行 相依为命的老母亲 也因为被车上去世了 一下受了这么多打击 保罗整个人都不好了 真是够够的 没过多久 终于有了好消息 女儿玛雅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而保罗自己也受邀去赌城拉斯维加斯 参加警卫贸易协会博览会和颁奖典礼 保罗感觉生活在开始慢慢变好 当了六年保安的保罗 攒够了假期 带着玛雅来到拉斯维加斯的安可酒店 很快保安大会就要开了 至时保罗才得知 玛雅是被加州大学录取了 保罗不同意玛雅去那么远上学 两人大吵了一架 玛雅赌气跑出去了 不理保罗 跑出去的玛雅不小心走错了房间 发现一伙密谋抢劫 拉斯维加斯艺术品的黑帮团伙 玛雅吓得转头就走 躲到了一个房间给保罗打电话 接到电话的保罗 马上跨着电动平衡车去救玛雅 玛雅已经被劫匪抓去当人质 保罗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劫匪 得知黑帮老大想要的是梵高的名画 保罗带着前来参会的保安 与黑帮保镖来了场大战 肥肉与肌肉的对决 保安完胜黑帮 保罗成功地救出了玛雅 还获得了画主一笔不菲的奖励 感情受伤害的保罗 拒绝了仰慕自己的酒店女经理的求爱 劝说她找适合自己的人 别迷恋歌 歌只是传说 最后警卫贸易协会 给保罗颁发了最高奖项 保罗也改变了想法 同意玛雅去加州大学 百货战警2是百货战警的续集 是由凯文·詹姆斯 莱尼·罗德里格兹 埃杜瓦多等主演 安迪·菲克曼担任导演 影片继续上演 斗笔保安保罗的生活 看一个智斗歹徒的勇士 和追逐爱情的斗士 如何报效演绎